作者 默默 眼波人 居武八雅居 那冰凤的本言之力 分明是从阳开体内流出 完美地转嫁到了苏妍身上 但这世间 能与凤凰并驾齐驱 相提并论的 恐怕也只有神龙了 阮云廷正正地望着阳开头顶上 那巨大的金龙虚影 无声地苦笑了一声 嘴里味道比吃了黄莲还要苦 与他有相同表情的 还有冰心骨的诸多长老们 还有洛梨 洛梨也没有想到 局面会发展成这样 若是早知如此的话 他就算拼着冰心骨 实力大损 也绝对不会答应 赤火老怪的无礼要求 冰凤本言之力加深 这是何等逆天的机缘 由此本言之力 冰玉公的反噬 根本不在画像 日后的苏延 必定能带领冰心骨 走上辉煌大道 他能取得的成就 也必定比自己高得多 这是一个足以让整个宗门 都付出鲜血和性命 也要维护的人才 可惜却被自己 如丢了一个无用的棋子一样 一手推了出去 只为了换取宗门的 一时苟延残喘 洛梨眼中的光芒 忽然变得有些暗淡 一张口 英红的鲜血 喷了出来 他忽然发现 自己刚才做了这一辈子 最大的错事 这是我的 苏延抬头望着那巨大的冰凤虚影 仿佛是感应到了他的目光 本应毫无意识的冰凤 竟低下头来 用那双高贵的眼眸 看了苏延一眼 某种满满的亲切和赞许之意 众人一呆 冰凤本源之力加深 素颜只感觉浑身一片轻松 近日来 被冰玉公反噬的情况 顷刻间化解 整个身心都是一片舒坦 那悬浮在他头顶上的洁白虚影 就如从他身体中流淌出去的血液一样 是属于他的一部分 肌肤变得愈发白皙晶莹 修长的进波处更是闪烁着瓷器般精致的光芒 此刻的苏延 一身魅力忽然提升了数个档次 足以颠倒世间的众生 就连赤火和落海这样的强者 也不禁为苏延的耀眼光芒而短暂失神 是 我从通玄大陆带过来的 杨凯点头 师弟二人旁若无人地交流起来 没有谁为眼下的局面而担忧 我感觉到了什么 苏延轻轻地吸了口气 闭上眉眸 心神与那冰凤虚影发生了奇异的共鸣 冰凤欢宇的鸣叫者 每一声鸣叫都蕴藏了无穷的伪力 整个冰雪岛的冰寒之气都在这叫声之中被调动起来 挽留入海奔汇聚到苏延体内 为他毫无智肘的吸收 苏延本身的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强 他原本是返循一层镜的顶峰境界 若是没有阳开的出现 他会在近日准备突破两层镜 可是因为冰玉弓的反噬 他的修为不升反降 如今修为再次提升 一层镜顶峰 两层镜 两层镜顶峰 一路势如破竹 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破到两层镜顶峰的程度 才似乎因为受到什么干扰而停滞下来 这种干扰来自于阳开 两人此刻形成了奇异的双体同心状态 阳开的修为境界只有两层镜顶峰 所以苏延也无法再提升下去了 否则必定会打破圣元之间的平衡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他还有余力 他有能力将自身的实力 净升到三层镜的程度 所有人都被震撼了 从来没有人能够将修为突破的如此迅速 而且毫无隐魂 这简直不是机缘能够做到的 这简直就是奇迹 阳开温柔地笑着 似乎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龙吟 奉鸣之声再度响起 金色巨龙和洁白冰凤的虚影忽然一阵扭曲 从高空中扑下 灌入阳开和苏炎两人的体内消失不见 师姐第二人的体外 悠然形成了一个诡异的气场 那气场肉眼可见 一半金黄 一半雪白 分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能量 却能彼此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远超反虚镜的气势 任何反虚镜强者在面对这样的气势时 都无法生出反抗之心 这就是你的底牌 落海的眼神有些吓人 煽放出异异神光 一瞬不移地紧盯着阳开 一步步地从守卫上走了下来 他没走出一步 冰决倒似乎都会摇晃一下 来自大地深处的震撼 震撼人的心灵 他没走出一步 自身的气势也随之增长 阳开苏颜两人 那金黄洁白的阴阳气场 竟无法压制住落海 阳开依然面不改色 笑盈盈地望着越来越近的敌人 如果这就是你的底牌 那本座劝你放弃吧 你们这样的实力确实了不起 足以在虚王镜之下无敌 甚至是一般的虚王镜 也拿你们没有办法 此言一出 赤火和洛梨都皱得皱眉头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 落海说的都是实话 两人无论是谁 在面对此时的阳开和苏颜 都有一种非常棘手的感觉 似乎如果与他们两人争斗的话 就算最后赢得胜利 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是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虚王镜已经站在这个世界的最顶峰 任何虚王镜都足以横扫 所有的反虚镜 即便来上几百上千 也不可能触碰到虚王镜的一角 杨开师姐第二人 只凭两人之力 就能与一般的虚王镜过招交手 已是人类难以想象的极限 在场助人 恐怕也只有洛海 有资格无视如今的阳开和苏颜 小子 你乖乖跟我走 本座保证不杀你 洛海森然地望着阳开 几乎要撕破脸皮 再也不去保持之前的死尸模样 不见棺材不掉泪 洛海 我与你无恶无仇 你却一路苦苦相逼 也好 今日我就把你杀了 免得日后麻烦 杨开抱贺一声 杀我 洛海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哈哈大笑起来 洛海仿子 你的自信心有些爆棚啊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杀了我了 本座就让你见识下什么才是真正的虚王境 华洛海仿佛 一股奇异的力量悠然荡开 朝阳开与苏妍两人包裹过去 玉场 星主级别的玉场 大地忽然咔嚓嚓地响动起来 兵宫原本所在的位置处裂开了一道又一道的缝隙 那玉场的威能几乎要让天地塌陷 洛海兄 老夫来助你 赤火大叫一声 同时也将自身的玉场释放 给杨开和苏妍施加压力 洛海瞥了他一眼 倒也没多说些什么 赤火打什么主意 他自然知晓 无非就不想让好处被自己一个人独占了 所以才会出手帮忙 企图分上一杯羹 洛海乐得如此 他要的只是杨开身上的秘密 至于那个叫苏妍的丫头 兵凤本源虽然不得了 却与他的修炼之道不服 拿了也没用 两大虚王竞强者玉场一出 兵心骨诸多长老的脸色就变了 洛海匆忙释放自身的玉场 抵消众人身上的压力 同时低喝道 你们走 再不走的话 这些长老们都要受伤 冰龙 冉云廷等人一言不放 迅速施展身法 离开原地 月上千丈高空 俯瞰下方 脸色震惊万分 只留下洛林一人在原地神色复杂 却没有要插手的意思 一声轻轻的叹息从他口中传出 望着杨开和苏妍的目光满是惋惜之色 师姐 准备好了吗 两大血王静强者的玉场加深 杨开依旧云淡风轻 从血狱里压恋一趟 他对这种强度的玉场滋扰已经有所习惯 这样的玉场并不能将他压垮 他不倒苏妍也不会有事 准备好了 苏妍点头 两人心有灵犀 根本无需杨开去多解释什么 只是一个念头 苏妍便明白他要做什么了 准备好了 那就开打吧 杨开咧子一笑 转过头 冷冷地注视着洛海 立色道 洛海 今日就是你的死祭 华洛手上忽然出现了一块古怪的令牌 那令牌通体漆黑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打造而成 看起来毫不起眼 但是当令牌出现的一瞬间 洛海便眉头一挑 有一种心惊胆颤的感觉从心头升起 这是 洛海惊疑不定地望着那令牌 终于反应过来 地位 星帝令 令牌中散发着一缕淡淡的 几乎不可察觉的气息 正是这气息让洛海变了脸色 而那令牌上一个清晰可变的弟子 也终于让洛海明白 杨开最终的底牌究竟是什么了 居然是星帝令 而且是一块没有解封的星帝令 传闻星空大帝 灌骨绝筋 在星域之中留下了一个个不可打破的神话 从此神迹无踪 可是由他亲手制作的星帝令 却流传了出来 星帝令共有九块 每一块中都封印了大帝的神通 那是足以秒杀虚王境的莫大神通 是星域强者根本无法触及到的层次 星帝令对普通舞者来说 只是一个传说 甚至无法确定到底是否存在 可洛海这种层次的强者却知道 星帝令确实存在 明文星域的横罗商会中就有那么一块 只不过是已经解封过的星帝令 没了大帝神通 只残留了些许地威之力 虚王境强者将星帝令佩戴在身 常年累月的感悟地威的话 可以协助修炼 增加感悟天道武道的机会 所以他才一眼就认出了 杨凯手上的令牌 瞬间就感觉到了不安 不好 赤霍兄赶紧杀了他们 绝对不能让他们解封星帝令 赤霍一个哆嗦 眼中闪过一丝绝燃和狠力 张嘴咬破舌尖 吐出一口如燃烧的火焰般的精血 化为熊熊火光 将杨凯与苏炎包裹起来 他也是个狠人 知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一出手便是透支了自身精血 只求在最短的时间内 击杀杨凯和苏炎 否则星帝令一旦解封 他肯定不是对手 大地的传说实在太可怕了 那是无人能够打破的神话 赤霍出手的同时 洛海也动手了 一柄长剑般的密宝被他寄出 那长剑表面如月华般 光照可人 散发着虚王级密宝的气息 洛海往内灌入圣源 长剑嗡嗡颤抖起来 在虚空之中微微一颤 便忽然消失不见 等到再出现的时候 已经杀到了杨凯面前 直朝他的心窝处刺去 杨凯只是站在原地 轻轻地冷笑着 是那致命的威胁与无误 一身圣源疯狂地 往手上星帝令中灌入 天地为之一阵 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了一般 一种荒凉恐怖的气息 悠然降临 这一刻 整个赤兰欣赏 飞鸟从高空中跌落 猛兽匍匐在原地 瑟瑟发抖 大大小小的城池 宗门家族总舵万亿人 无不感受到了一种 来自心灵深处的惊锁 那是一种让人绝望的惊悚 仿佛下一刻 自己就会死掉一本 无论修为高低 无论年纪大小 万亿人无不冷汗失身 更有甚者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许久都无法爬起 浑身的力气 在那一瞬间都被抽干了 好在这股气息来得快 去得也快 转瞬间就消失不见 否则 今日的赤蓝星 必定会死生千万 冰决岛 冰宫所在之地 杨开和苏岩上方 忽然浮现出一双紧闭的眼镜 与此同时 杨开和苏岩体外 有一层肉眼和神念 都无法察觉的能量 将它们包裹 赤火的金血燃烧 落海的秘宝长剑攻击 剑术被那能量阻挡在外 没有泛起一丝涟漪 不可能 落海惊骇大叫 以他续往两层镜的修为境界 动用秘宝的恐怖异击 竟也无法伤到杨开分毫 而这一切 只是因为一双紧闭的眼镜的出现 这让他几乎无法接受 大帝的存在 只是在传说之中 普通人将之奉为神明 但如落海这样的强者中 却有许多人 一直在智力寻找大帝的踪迹 想要打破他留下的神话 甚至取而代之 在他们的心目中 大帝只不过是修为强横了一些罢了 而并非不可战胜的 落海也有过这样的心思 他以为大帝只不过是 虚王三层镜顶峰的强者 他觉得自己终有一日 能够站到与大帝并肩的高度 甚至踩着他上位 可是今日他终于明白 大帝对他来说 依然是那么的高不可攀 那绝对是已经超越了虚王镜的层次 是一个未知而恐怖的境界 他忽然有一种野狼自大的心情 那紧闭的一双眼睛 有睁开的趋势 洛黎脸色终于变了 再也不敢停留在原地 郊区一晃如兽精的兔子一般 急速飞驰出去 瞬间便远离了兵宫所在之地 虚空之中的眼睛睁开 瞳孔清澈无瑕 并无多大的威严感 而让落海和赤火惊一万分的是 这双眼睛分明属于一个女人 难道传说中的星空大帝 竟是一个女子 这个滑稽的念头从两大虚王镜强者心中涌出 让他们都有些不敢相信 那一双美眸只是冷冷地盯了落海和赤火一眼 不带丝毫感情 仿佛只是在看向两个蝼蚁一般的存在 赤火怪叫一声 扬面倒飞了出去 如受重击 在半空中便口喷鲜血 一身玉场 骤然间支离破碎 而被他一直守护在身后的卫风 在这一刻 忽然化为一堆肉迷 死无全尸 就连落海的心灵深处 都传来了咔嚓嚓的脆响声 那是自身玉场崩碎的征兆 仿佛那美眸的淡然一瞥 蕴藏了难以想象的至尊伟力 让人根本无法抗衡 他脸色一白 嘴角便溢出了些许鲜血 身躯微微亮相 好歹修为比赤火高深许多 依然站在原底 美眸只是惊鸿一瞥 便消失不见 就如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我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经格铁马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阿嬷